男嘉宾赵先生45岁来自安徽个体 女嘉宾刘女士47岁同样来自安徽个体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啊说是两人一见钟情是吧 是的 哪年结的婚呢 91年 两人在哪一见钟的情呢 八几年的时候我在街上溜达 突然有一个身影从我身边走过 我回头一看 哇真漂亮 我心目中啊 就想如果能把她娶到家 这是我一辈子的幸福 哎呀我第一次见一个男人留着这么一大饼胡子说 哇真漂亮 好可爱 就是在这个就像王妃唱了一首歌传奇的抬头词了 我只是在人群中多看了她一眼 这也无法忘掉她的容颜 真的假的 真的 就多看了一眼 是 那大姐那时候应该特漂亮啊 漂亮 花了很长时间追求她吗 说得很巧 我在街上租房子 那么巧就租到她家的房子 就这样 我们一开始您也不怎么说话 到最后就慢慢慢慢话都多了 一多过以后 我们就建立了这种爱情关系 您现在跟她离婚是吧 是啊 她真要离婚是吧 她对我特呵不 结果婚以后 买了一包烟还得问她要钱 哥们儿在一起喝酒 还得亲手问她要钱 有一天 有了这个打牌的时候 你问她要钱 她心里 我开了两个店 我说你别来牌了 经常来牌 经常来牌 可耽误生意啊 你们听得懂吗 安徽话 你老打牌耽误我店里的生意 您接着说 我说你下午别来牌了 我去进货去 行吗 她说行 你又去上你同学家来牌了 真的怨我吗 我到那里叫桌子给她掀了 你掀到桌子 我在哥们儿面前很有面子吗 我是个大男人 我是顶天立地的 就说有一次 我去给几个哥们儿喝酒 正在喝着高兴的时候 他去了 瓶子里面还有半瓶酒 都在一天 蹦蹦蹦蹦 一到头上了 难怪你现在留胡子不留头发 是吧 留头发到了不好洗 瓶子甜甜就喝了 那哥们儿都怎么看我 说我 说我是怕老婆 气管严 每次喝酒 都是喝的那么大 有一回呀 给你那个同学喝的太大了 喝的土鲜 打掉人 多心疼你可知道 可是对你好 好啥好 我发高烧你知道吗 我说我老婆 我发高烧了 心难受不得劲 她说你发高烧 上一边床上躺一会儿 喝点凉白开水 就行了 哎呀你让我气的 每次让你干活 不是偷疼啊 就是发烧呀 谁知道你是真的呀 我一摸头 真是发烧 我突然就叫她弄到医院了 打了几天吊水 回来又不是她了 我气得不太了 我领导孩子回娘家去了 回娘家一个多月 也不管我 也不问我 都这样的 把老家一个人打电话 你家里来个女儿呢 给你帮忙 收钱 还做饭 甚至夜里还不回去 我听说这个电话 我就回去了 是她打电话 骗你回去的吧 不是 我一到店里 你看 就是一个女儿 正在收钱 我说你是谁呀 她说我是来学徒的 我说你是来学的 你请我的允许吗 马上跟我走 我招供招个女徒的 那又咋了 收钱咋了 你就是小型人 你就是 你就是醋坛子 大家眼光是亮的呀 不是我一个人说的呀 我一年她走 你她就觉得 比她这样一个活动里 你两个跟她吃烧口 我听她心里好是吗 你就是这样的人 我是给她解释解释 说你是个小型人 要吃醋 你知道吗 把这事情解开 解释清楚 不都没事 我是那样人吗 我问你啊 你这是怎么把女徒弟赶走了 就说你走吧 还是怎么着了 走吧 滚蛋 她就滚了 她就滚了 那你看到他们俩 又吃又喝 你没把桌子给掀了 我掀不行啊 我打不过她 哎呀呀 你看她会保护自己 后来这事怎么结了呢 过边你 我都给她解释 没有这回事 这个女的也说 大姐没有这回事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就这样 这事就过去了 过去了 那不是挺好的吗 过去以后 我倒是更残了 就是一个多月 就是没有一分钱 又过了五六年 又过了五六年 我们到时候 一个面馆的生意 非常丰富 手里也有点钱了 就是钱过游戏 他对我 也有点痛快了 也放心了 这一天呢 我在一个名表店里 我看到一块手表 五六万块钱 我都给老婆说 老婆 我买一块手表 你看我们这个当地 都是男人戴金表 女人戴金镯 我死缠烂打 更磨 一个多月 我买了一块手表 这不挺好的吗 我心里非常高兴 有一回呢 我说这个手表 怎么这么贵 打开看看 瞧瞧里面是零件 什么构造 怎么怎么的 你把这表给打开了 打开我又 不小心 你把里边一个零件 弄坏了 就把它用盒上 等这个找了修表师 再给修修都行了 现在你说的那么简单呀 五六万块钱 买个手表 不是小说呀 买多少饭 都买了一个手表啊 我想想 后来这事怎么了呢 现在还放那里 你把谁摔了 是把表摔了 五六万块钱拆回来 你还要他干啥呀 你是把表给摔了是吗 他拆回来 我一起这五六万块钱 啥时候能挣到五六万块钱 你傻呀 你这留着还能修 你这摔了 拆回来没有领起来 配领起来 还得好些钱呀 好吧好吧 这事你有啥委屈的呀 你手签 我没啥委屈 这是 就是我委屈的 就是那一件 青花大罐 我买的 花了二十多万 什么青花大罐啊 青花瓷 卢总 二十万 二十多万 我往是买手表啊 他买也好些不懂啊 我都不认识 他们都说是假的 最后又买了一个 青花大瓷 咱俩正吵吵吵吵吵的 一个朋友吵命 蹦蹦蹦 他说 啊我的朋友来了 我说你这干啥 我听说赵先生买个 青花大瓷 花了二十多万 我一听说 哎呀我去挑我的 英文卡 没有了 我说这是给孩子 买房子的钱呀 你都给我买这了 他们都说是假的 你说是真的 这确实是假的 你非要买不可 那就是这 这打败妹子的钱 都让你们花光了 还给你过上 我说 我可以过来 我说你是 头发长见这嘴 你不懂 这个青花大瓷 你能知道多少钱吗 多少钱 能卖到一二百万 你不懂 全不是假的 不能讲迹你 他摔了 你那得你 摔了 我都说这个小孩 你摔了 我跟他摔了 他从事说是假的 我能不给他摔了吗 那给黑的买房子的钱 都没有了 那你就把孩子的房子 钱给摔了 那这假里呀 不值钱了 好 行吧 还经常看电视 看这 看喜欢这 那这假里 胡子大叔 听这意思 你还玩点收藏是吧 是 哪朝的罐 原青花 你除了那个 原青花之外 你还收过什么东西 收过这黄花梨 还收过什么呀 还有这个 就是杂像 青龙剂 杂像 你收这东西花多少钱 大块好几十万吧 就靠咱家那两个小店是吧 对 我们店买卖挺好 一年反正也就是 几十万块去来净赚 可以可以可以 你这个都不管啊 几十万 都叫你白日完了 大半辈子的签字 给你赚了 他给你过上 将决就是不给过了 别说这了 你不给我 我得给你过 就是因为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 多看了你一眼是吧 一定要过是吗 你咋不听人家的话呢 你别买这些烂 有的是我听他的 我认识那时候 这不能听他的 你爱他吗 我爱他 他不是那么抠嗽你 你为什么还爱他呢 我们是从这个一开始呢 从穷智子过过来的 到现在一步一步也不容易 他要现在要如果给我离婚 小孩你现在也在上大学 小孩怎么办 家庭没了 别人对我有什么看法 坚决离是吧 坚决离 不管他了 不管他了啊 带着孩子就走 还带孩子走 孩子多大 二十多了 哪都管给我挣钱花了 男孩女孩 男孩 那咱们讨论一下 怎么个走法 家里几家店啊 两家 两家店都归您的 还是两家店都归他 还是一家一个店啊 我这是一家开的 他就是管带话 都是你的 都是你的 你同一两个店 都让他带走 是吧 但是 不可能的 你跟我说 为什么他那 你年轻的时候 他那么抠嗽你 现在对你这个收藏 又不支持摔你的东西 你还那么耐他 从穷智子过来 不容易 确实的 不容易 那个叔叔你 我们俩穷到什么情况 下一个碗面头 搁点肉 他呢 把肉面边的油 一块一块的 都到我的碗里 我呢 也一块一块 又给他倒回去 都这样我们俩 来回来几回 所以现在有钱了 就嘚瑟 买烂七八糟的东西 你确实想跟他过是吧 确实 好 你过去亲他一下 胡子叔特可爱 你知道吗 特别可爱人家 问问您啊 万一那大罐啊 是真的您摔了 您就不遗憾吗 不遗憾 咱有钱 咱任性是吗 他是一发脾气 就摔东西吗 是的 那你来这儿 想让我们怎么帮你呢 帮我 帮他说服 我们和好 这和好这事 你们行吗 丘比特问卷 英国卖了一个 原青花的鬼谷子 夏山 卖了两点 二亿人民币 每一个原青花 现在价值 至少是几千万 你觉得你二十万 可以买回来一个真的吗 你觉得这个老婆 是在管你吗 他是在救你 这一辈子你多少次被他救了 一次一次一次 把你从很可能 滑下最深的深渊里面 给你捞回来 所以人家哥哥说 坚决不离婚 他不离婚是对的 三分提一 不离婚理由是错的 什么叫我是一个男人 所以我硬不离婚啊 你不离婚的方法是什么 我帮你说一句话 你不离婚的方法 我只有一个 那就是听他的 为什么要听他的 因为他所有管你的事情 都是对的 你倒给我说出一件 他管你管的不对的事情 我听听 以后要不要听他的呀 听他的呀 还搞不搞你的收藏了呀 不搞的 可以吧 一年不要超过一万块行吗 好什么收藏 可以是吧 有什么爱好都姐姐 先批准行吗 行 你哭啥呀 快快说说 他要嫁给陆琪 说得好是吧 钱没了 我以为他说你说得好 你看 大姐 钱是没了 但是人还在呀 不容易挣了 所以啊 大姐是这样 留得青山在 不怕煤柴烧 我相信大哥呀 他是真真正正 是上当受骗 而且自己知道 你知道不知道 自己上当了 差不多吧 什么差不多 哎呀 非要逼一个这么大岁数男人 点头吗 都这会了 低下头又怎么样 其实你内心知道 大姐无数次在帮你 在容让你 对不对 你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儿吗 不知道 今天就让你知道 知道 第一 你绝对手里不能有钱 四五年你手里没什么钱 相安无事 对不对 你不会花钱 你也没有投资眼光 别妄图在这个家庭里头 去证实自己的实力 我猜想在这么多年呢 你们的婚姻生活 大姐一定是一家之主 两家店 如果没有大姐 一定不可能像今天这样 风生水起 其实在多年当中 你其实心里还是 满不舒服的 这种不舒服是 不能证明自己的实力 不能证明自己 在这个家庭当中的 角色地位 所以你抓住 一切有可能 抓住的机会 去证实自己 包括去搞收藏 都四五十岁了 你的所有的投资潜力 和一些眼光 一定被事实证明 是没有的 要想过日子 这踏踏实实地 听大姐的话 这是你们这家庭模式当中 最应该走的正确之路 大姐 我心底里知道 你其实也离不开大哥 有大哥在 你才有家 对不对 你只是实在是气不过 辛辛苦苦挣的钱 被大哥给糟蹋了 对不对 钱没了我们再挣嘛 大哥现在知错了 他再也不敢搞 搞什么收藏啊 投资啊 别给他钱 就给他一些 喝点小酒啊 抽个小烟啊 就用小钱给他 让他舒舒服服的 管住他就好了 好吗 大姐 你要真想 你给人二十万呢 大姐 大姐快去 曲老师要给你二十万 跟老公一起挣 别哭了 我们说 男人是挣钱的耙子 女人是存钱的匣子 好吃不过家常饭 知冷知热 结发期 你说一个女人 要找一个 永远长不大的男人 这一辈子 要付出多少代价 要操多少钱 那就跟带儿子 是差不多的 但是大姐 你也别哭 这是你自找的 谁让你找了 这样一个男人呢 我相信这个男人 其实也给你 带来了许多的快乐 但他都不成熟 显然也让你操碎了心 你说大姐 扣你 你买五六万的表 不也买了吗 对吧 你说她扣你 你二十万的青花瓷 买了以后 她也没跟你 要死要活吗 对不对 所以其实 这个女人对你 其实不错 倒是你 你说你这么大年纪了 还像个小孩一样 回去把胡子搅了 你留再长的胡子 留到腿上 你也成熟不起来 婚姻当中 我们最敬佩两种人 第一种是在年少的时候 陪着男人 过苦日子的女人 第二种 是在年老的时候 陪着结发妻子 过好日子的男人 她做到 你没做到 我相信你对于 收藏这些东西 都不懂 你最应该收藏 最聪明的是 收藏了她 这是你作为收藏家的 一个最大价值 这是你唯一 人生当中最聪明的一点 俗话说的好 不要错过了被子 去盖稻草 你还明白 是这个女人对你好 大姐二十万元就算了 你现在这个孩子也长大了 这老头其实也不全傻 他还知道这个世界上 谁对自己最好 而且他刚才亲你的那一下 你欲据还迎 你还是挺享受的 更何况你虽然在哭 但你光打雷不下雨 你内心还是有他的 我相信他可能将来 还是会做的 他一定会做 但是被老婆管 真是一种幸福 你不觉得你每次层层声报 跟他要批准自己买一样东西 挺快乐的 你现在一离了婚 钱由得你买 由得你花 反倒不刺激 所以说 放弃你那所谓的收藏的想法 做一个乖孩子 好吧 我的 祝你幸福 大姐 我跟他们三个人的想法 都不一样 你听我说行吗 这种男人就别要了 千万别出来 一定要把婚离了 今天不离可就没面了 这个小伙子会看样 说的真准 严谨相助 小伙子说的是准 你不是要离吗 不离也过不好了 不离也过不好了 就是你看 还是我会看 大姐说她是要离的 我们一会期待着 大姐不走出这个门 我们看她怎么办 接下来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老婆 我错了 你能原谅我吗 你对我这么好 你要离婚 咱们的家庭怎么办 小孩那么大了 我知道错了 你姐妹 你能原谅我吗 你会改的错吗 我会改的 那这我像样了 那请亮灯 我觉得这是我几年 坐爱情板围战 我看到的最 最让我心动的一次 黄金六十秒 来 亲一个 亲一个 赶快 两位请回吧 回 来 请关门 大姐真的能出来吗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期待的那一幕 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上演的吧 不是这样的吧 追去呀 上哪儿去追呀 我告诉你啊 往那边走 在那儿 那儿呢 追 追 追快 欺负 老婆 在哪儿呢 你不能离我远去 我离不开你 我离不开你 你知道吗 说句实话 珠子掉了 不要了 什么珠子啊 不要了 我看看 不愿 你拿着 你拿着 你要拿着 男人得有点爱 我为什么说 被生活洗礼过不一样 看着那样 不会说话 心里多聪明啊 她没出来那一刻 是不是真担心了 心里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能好好对她吗 能 能听她的话吗 其实说白就听她的话 能 大姐 二十万没了 可以再挣 好好过 不离了 好不好 这个 我说一句话 大姐 我刚才把那颗珠子 放你手上 是想告诉你 其实男人 还是得有一点爱好 只要适量就可以了 你把他 拨的一点爱好 也没有 他也没有生活的乐趣 你可以帮助他 一起找正确的爱好 但你不能让他 一点爱好都没有 如果我是你 我应该会把地上的 这些珠子 再捡起来 给他再串一个 你说呢 开开心心的 好好过吧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来 跟奶奶说句话 要保湿 一被湿 她说什么意思啊 保湿 用一被湿 把自己脸 好好收拾收拾 就这意思是吧 拿着戒指 那会儿求过婚吗 求过 求过啊 嗯 再给你一次浪漫的机会 知道咋说不 接下来我们来见证 属于这对夫妻的 浪漫一刻 各位请见证 老婆 我爱你 请你请 抱一抱 请亮灯吧 最后我才明白这深意 她就想 给老婆一次 不同的浪漫体验 好吧 牵着老婆走吧 我爱你 他对女孩 我爱你 不应该